力挺防疫的成果 总统蔡英文刚刚出席了活动 不过除了防疫之外 政府力推加入CPTPP 以及潜见国造 却被国民党立委删除预算 总统蔡英文针对这两件事情 都希望立委们要顾及国家的利益 不要删减 以免外界对我们有疑虑 另外不想让外界继续揣测 他和行政院长苏贞昌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今天两个人也两都同台 总统蔡英文重申 他们合作的很好 守住疫情蔓延防疫成功的活动 相关政府官员全到齐 不过就属总统蔡英文 和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的互动 特别引起关注 因为二零一七年 行政院长苏贞昌 到底有骂骂蔡英文半小时 我们的院长 用口头说外 看看中蔡英文受访时 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不在身边 因为苏贞昌早去下一场活动 等着再次和 蔡英文同台 但要解决难题 不只在身边的行政团队 还有像是CPTPP跨太平洋伙伴 全面进展协定 政府积极加入 不过国民党主席江启成 却冻结了一千五百万元预算 外交预算被冻结之外 总统蔡英文力推的前建国造 明年度预算 国民党立委也出手 最高一度冻结五十亿 后来砍成三十亿 民进党立委也担心 没办法拿到装备输出许可 要求先取得许可再解冻预算 要做好我们自己防卫的工作 我们又怎么能期待 国际社会给我们最大的帮忙 好几天没有出来受访中 这回再次开放提问 要把最近的议题一次厘清 原案外界再捕风捉影 华氏新闻社会 影子刚刚 潘建认理事件 台北报道